底下地霸如影人就说到 如影人的了达色神 色是物质 我们无限在这个物质的身体 由无影积聚而成 本无尸体 地神认可而不止住 无影摄手像形式 假的不是真的 无影这个现象 第一个讲的色 就是物质现象 我们能看得见的 能摸得住的 物质 受想形式 是心理现象 受 你有感受 有苦受 有落受 苦落 有喜 身有苦落 心有忧喜 想 你能回忆过去 你能够期望未来 这是想 行 是念头 不会中断 前念灭 后念圣 相续不断 这叫行 是 是 是 受想 行的 本体 这都从哪里来的 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 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 从阿赖叶来的 阿赖叶 不是物质 但是 它有物质现象 阿赖叶有三些象 第一个 说阿赖叶的元气 夜象 夜就是波动的现象 一年不久 这一年不久 就是夜 夜象 把 真心 本心 变成阿赖叶了 阿赖叶是忘心 以什么为题 以真心为题 真心是不动的 它懂了 就好像波 波 波以什么为题 以水为题 水动了 就叫波 我们真心动了 就叫阿赖叶 那这个动 是非常非常威胁的动 没有原因 不是大风大浪 极其威胁 一念 这个概念 一定要有 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那叫一念 这个一念 动到我们是决定不能够感受到 无法感受 根本不知道 佛法称他做无明 那无明是什么 他的 明 答的作用 失掉了 这一念动 就失掉了 不动 像水是个镜子 外面照得很清楚 这微微一动 照 就产生错误 还是能照 不是不能照 让我们感觉到 错误的概念 这叫无明 无明是烦恼的根源 你对死是真相 不了解了 叫无明 无明生烦恼 什么烦恼 其心动力 分别之处 从职者里头 严重的之处 要居为己有 就是你要想得到 要想占有他 你要想支配他 你要想控制他 其之就我呢 那好像是真的 大家都这么干了 你有没有仔细想想 自己的身体 能控制吗 你能控制你的身不老吗 你能控制他 让他不死吗 老化 一秒一秒的老化 他不停安 死亡 死亡 一秒一秒的接近 哪个人不死 我们看 汤恩·李博士 访问日本的 这些资料 他谈了很多问题 他访问日本最后一次 82岁 他85岁死的 在死亡前 23年 人 不是一天一天 接近死亡 是一秒一秒 接近死亡 有没有想到 死亡之后 什么东西能带去 佛书 万般皆是亿 半顶不由人 没有一样东西 你能带出我 你空手而来 你还是空手而去 何必造这些业 真正聪明人 真正觉悟的人 真正对人生 有体会的人 他要的是 每一天能吃饱 能穿暖 有个小房屋 可以避风雨 足了 知足了 知足就常落 真正做到 余人无增 余事无求 这是佛菩萨 这是佛教育 愿ожно 祝你